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有關於保養品的東西 而今天要介紹的是 有關於一個來自美國、加拿大的評價保養品牌 LEODORI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LEODORI的精華液以及乳霜 LEODORI這個品牌呢 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每一項產品都是以它裡面的成分做命名的 可以讓消費者很清楚的了解這罐精華液主打的是什麼樣的功效 可能是美白、可能是保濕、也有可能是抗重 所以可以讓消費者透過產品的名字了解到 這個產品是主打什麼功效 也可以選擇到消費者最想要的產品 而接下來呢 小米要介紹的精華液跟乳霜 都是在LEODORI裡面呢 算是比較熱燒的 也是大家比較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跟大家介紹四款的精華液以及一款的乳霜 那我也會依據它的保濕度、黏力度跟清爽度 甚至它是適合怎樣的膚質 還有它是主打什麼樣的功效去做評比 然後也會給它幾顆星 最小的話最低的話是1顆星 最高的話是5顆星 來去做評比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那就跟小米繼續來評下去吧 走吧 首先要先跟大家介紹的 主要是主打保濕的功效 那首先定格精華液呢 它是有添加2%的透明酸 以及維他命B5的這款精華液 那這款的保濕度呢 以5顆星來說的話呢 我會給它5顆星 然後清爽度的話可能只有2顆星 因為它的質地 相較其它的精華液來說的話呢 是比較稠一點點的 但是延展性的部分我給它3顆星 延展性是不錯的 那雖然呢它是屬於保濕的精華液 質地也比較稠一點 但是呢其實它的吸收度是不錯的 那我們給它呢 是4顆星左右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LEORDERRY的6生態抗座精華液 這一款精華液是屬於抗老型的精華液 它有添加6生態 而6生態主要是一種說暗酸復活物 那主要是可以針對 改善眼部啊以及臉部周圍的皺紋 增加肌膚的彈性 以及緊緻肌膚 然後讓肌膚呢 恢復平滑的線條液 那抗老型的精華液呢 所以呢吸收度啊清爽度跟延展性 其實都是不錯的 那一樣我會給它5顆星 那接下來呢要介紹的這款精華液呢 是主要是上載眼部肌膚的 是LEORDERRY的咖啡因耳茶眼部配方精華液 那它是主打美白的功效 是一款針對眼部肌膚保養的產品 那它呢有添加綠茶中的耳茶樹 能夠緩解眼部肌膚的水準問題 而且呢它還可以對抗眼部老化的問題 所以呢老化程度呢可以再給它2顆星喔 那像是呢它是屬於眼部精華 所以保濕度呢相對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可能大概3顆星左右 但是呢清爽度呢有來到4顆星 延展度呢可能會只會給它3顆星的部分 但是呢因為它是精華液眼部精華 所以呢吸收度的部分跟清爽度是一樣的 所以給它4顆星 那接下來呢要介紹的這款精華液 是LEORDERRY的維生素B3加上新的精華液 那這款精華液是屬於抗痘性的 那它有添加高濃度的維生素以及礦物質 可以調理肌膚的油水平衡以及對抗毛控的問題 所以呢這款精華液是會比較適合像是油肌啊 或者是混合肌去試用的 那因為它是屬於抗痘性所以保濕度呢 我這邊只能可能給它3顆星 但是呢一樣呢吸收度跟清爽度 還有延展性的部分呢都可以來到4顆星是不錯的 那常識因為它是抗痘性嘛 所以呢有水平衡的部分呢 我另外再給它4顆星左右 因為它是屬於可以是調理肌膚裡面的有水平衡啊 可以對抗像是毛孔粗大的問題 那最後呢要介紹的是一款保濕的乳霜 它是保濕補水玻尿酸乳霜 那這款乳霜呢是有添加天然的保濕因子的成分 是可以維持以及提供肌膚的水分 那因為它有添加保濕酸的部分 所以保濕度一定是給它5顆星啊 那這款就是真的是完全主打保濕的功效 所以美白啊抗老的成分是沒有的 但是因為它是乳霜 所以相對的質地會來的比較黏一點點 所以吸收度跟清爽度啊 我只會來給它3顆星左右 但是呢雖然它是霜狀質地 但是其實意外的它的延展性是還不錯的 所以我能為我會給它來到4顆星左右 好啦剛剛呢跟大家介紹了4款精華液 以及1款的乳霜給大家了解 也做了根據它的保濕度啊 年齡度做了頻率 那想必大家還是想要看小米適用在自己的臉上 因為保濕品就是要適用在自己的臉上 才能夠真正的知道效果 那今天呢小米要來適用的是兩款 一款是精華液一款是乳霜 都是屬於保濕型的 因為呢最近冬天嘛 而且寒流又來了 常常皮膚呢覺得很緊很乾很不舒服 那今天就要來測試看看這個保濕型的精華液跟乳霜呢 是不是真的能夠提供肌膚足夠的水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呢 我現在原先還沒有擦之前的肌膚的保水度 現在原先還沒有擦的保水度是41 那接下來呢要來試用的是這一款保濕的精華液 它是有添加2%的透明酸 以及添加維他密B5 是一個主打保濕的精華液 那因為像是最近還沒有來啊 臉都感覺到緊繃 蠻乾的 然後很緊繃的感覺 那我們就來試用看看這一款保濕精華液 它的保濕度和 那通常大家呢從影片當中也都有看到呢 這一款精華液來的比其他的精華液還要再稠一點點 那相對的它年齡度一定會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畢菌它比較醜嘛 也而且它又是主打保濕 但是呢其實它的吸收度我覺得蠻快的 那我們就試用在臉上給大家看 那要記得呢在上保養品的時候 盡量呢膩到輕一點點 因為呢要避免拉伸到肌膚才生皺紋 那我的習慣呢都是以無明質跟中質的方式 然後這樣子沾取一點點精華液 然後這樣真的不上去 我都會分次我都會一次上太多 因為有時候如果真的上過多 其實對於肌膚反而是一個負擔 那它的精華液呢都是沒有天下香精的 因為我這樣聞啊其實都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很淡很淡的一個香味而已 所以呢如果有的人啊害怕一些香精味的話 這一款你應該會蠻喜歡的 那雖然呢它的質地是比較稠一點的精華液 但是我剛剛一抹上去沒多久啊 甚至沒有按摩 就只要這樣抹上去而已 它其實就已經吸收進去了 可能吸收度大概已經80%左右了 還是會有一點黏黏的感覺 但是呢它其實吸收度已經算是蠻快的 然後沒有香精味應該是蠻多人的最愛 因為像是我也不太喜歡保養品 或是口紅啊彩狀 不太多的香精味 可能甜甜的啊 那個可能其實擦上去啦 其實會讓我們覺得不太舒服 而且呢不僅吸收度罐 然後現在呢皮膚感覺其實感覺蠻保濕的 光是精華液就覺得蠻保濕的 然後那個光澤度也很亮 我們大家看一下 那接下來呢要跟大家介紹的這一款 是我們的保濕補水玉尿酸的乳霜 剛剛呢是精華液現在是乳霜 然後像剛剛的精華液它都是屬於低管式的 那這一款的乳霜呢它是屬於軟管式的設計 這樣子呢也比較好控制量 那來試用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一下質地 嗯它的質地真的就是乳霜的質地 跟乳液不太一樣 那我們一樣呢我通常 會把它放在自己的無明指跟妝指 我通常會先用手 然後稍微用自己的手部的溫度 然後讓它融一下 然後再上上自己的臉上 然後看看 這一款算是保濕乳霜 可是它其實 透過手部的溫度這樣去溫熱一下 其實它也蠻好推勻的 不會像是有的乳霜 太過於濃稠不好推 看一下 一樣呢也沒什麼味道 吸收度也不錯 而且擦上去有一種很润的感覺 很润但不會是真的很保濕很不舒服慢慢的那種感覺 好 洗澡之間去了 看這個動作度真的很美 像是小米普遍比較喜歡用保濕性的保養品 因為其實保濕只要做得好 其實肌膚就會自然的體涼 然後肌膚也會自然的比較平滑一些些 所以保濕真的是好肌膚的一個秘訣 那我還會稍微 像是擦完霜淚的產品 我通常還會稍微用手勢 稍微把自己的臉按摩拉提一下 因為最近女生嘛 隨著年齡跟膠原大白的流失 其實臉的感覺會慢慢的下垂 因為地心靈靈的關係 所以在常常保養品的時候 我們多少都可以稍微按摩一下 然後提一下臉 讓自己的臉看起來更緊實 好了 已經真的完全完全全的吸收進去了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上完精華衣跟乳霜了 那剛剛還要保養前的衣服的保水度是41 那接下來我來看看保養完後的保水度有沒有提升 看 現在是45 整整提升了大概4度的保水度 然後臉上現在感覺非常的潤很舒服 就是整個肌膚喝飽水的樣子 再也不會乾乾蹦蹦的感覺 然後現在呢 雖然是保濕的精華液跟乳霜啊 但是現在完全不會覺得黏黏的 它已經完全的吸收進去了 看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給大家的The Ordering的精華大評比 那如果大家一樣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點下以下的資訊欄 我都會把查新的資訊放進去 裡面呢 也有特別我寫的文章 讓大家做參考 去挑選最適合自己的精華液跟乳霜 那我呢 也會陸續的跟大家分享 像是生活的小物啊 吃的保養品的影片 那我們也會有FB Instagram 跟 YouTube 的頻道 給大家做參考 那大家一樣要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讓我知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